第一天,我在古老城市中醒来 我发现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坚守者 但是我有惊人的一百颗心脏 并且我不是盲人 我跟其他坚守者不一样 我能看清楚这个地方 我看到其他坚守者了 这正是我的妈妈 我的宝贝儿子啊 你应该孝敬我才行 去找点吃的给我 我啥也没说就答应下来了 出去的时候被一些蜘蛛袭击 这些蜘蛛并不是普通的蜘蛛 它们是带有毒的 我不想和它们有太多的纠缠 请你们远离我吧 但在这里似乎找不到食物 如果找不到妈妈会生气的 我将愤怒转移在这些白骨身上 让你们设我 喜欢设事吧 老子弄死你 好困 还是先休息吧 第二天 我决定给自己做一个新的基地 这样就不用听那烦人的妈妈讲话 叫我去找食物 你自己没手没脚吗 我发现这里很适合做基地 那我就在这里准备一下吧 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我抄 这是万星人蜘蛛吗 长得太恶心了 不过我有一百颗心 这足以战胜一切恐惧 不过它们的数量有点多 可能这里是它的家 我侵略它们了 但我的拳头比任何东西都僵硬 我利用我的拳头击杀了这些蜘蛛 我并不觉得它们很可怜 战争总要牺牲的 我占领了这片美丽的地方 向着前面走 我发现这里更加不错 是我喜欢的平地 决定了 就是在这里建个家吧 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没有吃的 只有一些恶心人的蜘蛛 我可不敢吃 还是留给粉丝吃吧 我要出去寻找更好的食物 这里还有个小池塘 有好多蝌蚪正在游来游去 我拍死了一只并没有食物掉进来 这是怎么回事 真想开个创造捞一点食物出来 最终我还是放弃了 落了第三天 我找到了一个非常茂盛的地方 这里好像有东西吃 我尝了一下非常美味 突然这时候我的妈妈过来了 你跑去哪里了 害得我担心死 我路上遇到一些困难了 所以才这么晚回家 但我保证下次不会这样 看来你不想在我的身边 那你就滚蛋吧 我妈妈生气地离开了 离开就离开 我也不想和你在一起 你只不过是一只大懒虫而已 突然有很多不怕死的僵尸 向我这边靠近 这可是我的家 我再次警告他们并没有什么用 走不通的路 那就用拳托打开 让你们尝一下狮子之牙 我赢得了这场胜利 这也太简单了 四到五天 我想在这里找到钻石 但是只发现铁和煤 不过这也算不错了 正当我想说挖矿的时候 一些白骨突然出现 就在这时候 我释放出一道蓝色的光圈 你们就不该来烦我的 我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杀了 怎么这里还有你们 我不小心攻击到了一只无辜的蝙蝠 你他妈不长眼睛吗 不好意思 我天天就是瞎的 原来是这样 好可怜 所以你还是远离我吧 看你这么可怜 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真的吗 那我们就一起住吧 我利用刚获得的铁 做了一些武器 六到八天 我给基地建造了美丽的围墙 给他添加一些美丽的装饰 这边是小蝙蝠的家 我这边就是厨房了 是做美食的地方 然后我可爱的妈妈突然出现 他看起来有些虚弱 而且我注意到一个黑暗怪物 正在追着他 我意识到我的妈妈有危险 我拿出铁剑直接和他战斗 但是他的力量很强大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能够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我的光圈还破不了他的护甲 你这个丑陋的东西给我死刑吗 我费了很大功夫 终于将他击倒了 成功保下我的妈妈 我的宝贝儿子 我错怪你了 没事啊 保护你是我的责任 九到十天 我邀请我妈妈上来住了 我现在不能释放阴暴了 因为我失去了太多能量 为什么会这样 你要小心一名女巫 她并不是普通的女巫 她是虚空魔像召唤人 却不确定我能活多久 所以你接受我的力量吧 妈妈就先离开了 妈妈将所有的力量 都转移在我的体内 虽然我拥有了三百颗心脏 但是我一点都不开心 请带着我的力量 勇敢地活下去吧 我妈妈的死 让我意识到有很多事情要死 十一到十三天 我在这里闲逛的时候 发现另外一名坚守者 因为我看他们不像我 所以我就攻击他们 你停下呀 我只想和你谈谈 我看到那名疯狂的女巫了 我的家人都死在她的手里 所以想寻求帮助 你家里人的是我很遗憾 你可以打过她吗 现在的话不太行 但我不怕她 我会战胜她的 如果你有能耐的话 你就打败前面的刺猬吧 很明显这名坚守者正在挑衅我 我要证明给他们看 我不是懦弱的 他们身上带着尖刺 不过我的心脏比较多 我可以硬扛他们的伤害 最终我击败了他们 你做得不错 这个指南真是奖励你的 你还有小礼物 感谢你了 我想离开这个洞穴 十四到十六天 我第一次来到上面 感觉非常舒服 比起那个黑暗的洞穴 我更喜欢来到上面 因为这里有我从未见过的木头 我需要用它们制作工具 好多僵尸 并且它们可以为我提供腐烂的肉 它们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被我利用阴暴撕碎了 我还发现了羊群 我跑过去猎杀它们 拿着它们身上的肉 这一定很好吃 烤来吃肯定很美味 当我睡在床上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你就是杀了我妈妈的女巫 是又怎么样 我不仅要杀你妈妈 而且我还要杀死所有的坚守者 你们这种生物就不应该进入我的世界 我发誓我会阻止你的 我创造的炸弹可比你强大多了 即使你有很多心脏也扛不住我的意境 你这畜生 我一定要亲手撕碎你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我被这个梦惊醒了 它看起来好厉害 我打不过它 18到21天 我现在很恐惧 我要回去告诉我的朋友 什么 你说的都是假的吧 这是真的 不要害怕 我有秘密法宝 拿着这东西吧 这不就是一把锄头吗 它只能用来创造更多的空间 但是我可以利用它做一个雕像 希望这个雕像能给所有坚守者一个信号 我想寻找更多的盟友 这个蜘蛛看起来不错 不过我选择消灭它们 因为它们是冷血 根本不会和你一起合作 我杀遍了所有的蜘蛛 也就在这时候我惊动了大量的蜈蜈 它们很大 并且有很多土 我害怕极了 这世上怎么有这么恶心人的生命 我们还是快点跑嘛 22到25天 还好我跑得比较快 那些畜生追不上我 就在这时候 我看到了一只美丽的蝴蝶 但是它看到我就像我横冲之状 破坏力超级强大 并且胸前还长满了肌肉 我用力量试图击退它们 不过幸好它不是很强大 我用阴暴就将它解决了 蝙蝠告诉我这是女巫创造的 我也觉得 肯定是它弄的 也就在这时候我突然多了500颗星 这简直太爽了 这样更好 我变得更自信了 让我们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拿的 有很多小鸡 正好我饿了 我可以利用它们为我加一点血 26到29天 在大草坪上我发现了掠夺者前哨 它们毫不留情的就攻击我了 我也很生气 所以将它们杀掉 毕竟它们也不可能和我合作的 它们只想着侵略别人 我听到了很奇怪的声音 原来是一头牛 但这头牛为什么长这样 好奇怪 清理完它们之后 我上来寻找宝贝 运气不错 发现了很多号角 这时候我注意到有东西被关在那边 原来是很多精灵被它们关起来 它们为了感谢我还给我扔饼干 真是一群懂事的好孩子 30到33天 我来到了一个美丽的沼泽之后 看到了美丽的青蛙 我需要你的帮助小青蛙 你知道女巫在哪里吗 我想铲除它 我不知道 真是个蠢货 在这里等死吧你 上来我看到泥巴人正在战斗 我毫不留情的就帮助了泥巴人 谢谢你救我呀 没有你我就死了 我要带大英雄回我的基地 我跟着他 还有其他的一些泥巴人 但是这里有一条虫 原来是国王 谢谢你拯救了我的士兵 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你知道女巫在哪里吗 我很久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了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泥巴人就是女巫创造出来的 如果你想要杀她的话 我可以帮助你 随后我就跟着一名士兵离开了 34到38天 不久之后我来到了一栋豪宅 不知道他是否会在里面 突然一个巫师出现了 你不离开就等死吧 你打得过我吗 我是她的徒弟 你觉得我会打不赢你吗 那你就试试吧 我愤怒地和她打了一架 如果不告诉女巫在哪里 我会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我有点低估她的爪子了 没想到这么厉害 看来她是一名强大的徒弟 还可以召唤出影分身 我确实低估她了 直到把她干掉为止 她陨落后掉落了一把钻石稿子 这把东西还不错 我现在只能帮你到这了 不能继续向前了 那你回去吧 我还要继续完成我的任务 39到42天 这次我选择回家 先做一些有用的东西 我要做钻石剑 这里还有很多骷髅方块 我开始继续做我的雕像了 这几天你都去哪里了 需要我帮忙做雕像吗 不用了 你待着在家就好 那行吧 我要带我的家人撤离了 因为女巫实在太危险 43到47天 我回到了古城 这是我诞生的地方 已经找不到任何其他的坚守者了 也就在这时候女巫出现了 我正找你呢 你个大坏蛋 看样子你很想我呀 我想你个大头鬼 我一巴掌就弄死你 既然你这么对我说话的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实力 女巫召唤了一个火焰骑士 她拥有一把极强的大宝剑和盾牌 比之前的生物强太多了 她能挡住我大部分攻击 并且还可以利用我的技能转换成她的力量 我被她刺入心脏高高举起 导致我大量心脏都没了 现在我只有100颗星 我爆发出最后的攻击成功将她击倒了 不错不错 你确实有资格做我的对手 我会用拳头弄死你的 当我冲过去的时候她不见了 看来她还不想和我打架 那就提升自己吧 48到51天 回到基地后才发现我被一群畜生包围了 他们长得像玻璃 但是下面有四条腿 非常恶心 但是我是如此的强大 我压根不怕他们 我需要挑战更强大的对手 这才能对我的能力有提升 出去找怪物 你这要去哪里 寻找新对手吗 是的 矿洞里面的怪物太废物 我要寻找更强大的 我知道有一个屌毛非常强壮 我可以带你去 它在哪里 它在蘑菇岛上面 你要开船去很远的地方 那我就不用麻烦你 我自己去就行 首先我得去坐小木船 然后再踏上我的旅行 52到56天 海洋真的很美丽 但我不能下去生物 就在这时候有一条虎精向我的船飘步 它是如此的巨大呀 不过它没有恶意 我还看到了乌龟 我挺喜欢这里的氛围 不久之后 我就来到了蘑菇岛 里面有很多蘑菇奶油 你也想来一碗蘑菇汤吗 没错 蘑菇汤真的很好吃 你还记得你变100天蘑菇奶油的时候吗 我当然记得 不过这是什么东西 我别担心朋友 我们没有恶意的 突然一个兔子顶着蘑菇的人出现 他认为我会伤害他的朋友 所以就攻击我了 快停手 我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你别打我就行了 我不会伤害你们 听说你是这里最厉害的人 你可以训练我吗 57到61天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 很适合训练 你先学会冥想 在这个篝火旁边练习呼吸吧 我照着他的要求去健康值瞬间恢复了 好了 现在你该学会战斗了 他们就在前面了 你要击败他们 这些石头怪看起来傻傻的 我可以轻松地就将他们消灭 不过他们数量还是很多的 我在短时间内击败了他们 师傅我做得怎么样 做得非常不错 这是我奖励你的吹泡泡机 可以为每个人带来快乐 这有屌用呀 不过可以让朋友高兴 62到65天 在回去的路上 我偶然发现了海底神妙 我不知道这里面会有什么 但是守护者他不肯让我进去 我只好把他们都消灭了 这些发光的方块看起来非常不错 我将他们都拿走了 回到家后继续弄雕像 现在完整的模型已经出来了 只剩下一些细节 66到70天 我想继续寻找那个女巫 你要出去吗 外面有一些可怕的暴动 我不害怕的 我现在就想找人打架 原来是凋零王 你是想来找死的吗 我以为我是最强的 但是有人说坚守者才是最厉害的 我就不服了 我要夺走你的脑袋 我会让你看到我的力量的 你这个无知的窟窿 他向我射出的东西可以发生爆炸 但他以为我是真下的 却没想到我能精准地打在他的身上 我可是唯一一个不瞎的坚守者 三两下我就把他弄死了 然后他掉落了杏雕 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 71到74天 我来到了森林边缘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走 这条路是蝙蝠带我过来的 你怎么停止脚步了 你告诉我来这里有什么用 你先跟我上来看看你就知道了 原来他发现了一些长相奇怪的独角兽 我突然就感兴趣了 75到78天 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 你能向我介绍一下你们吗 我现在不能跟你说太多的话 为什么 因为有个人在这里 突然他们跑掉了 就在这时 我发现那名女巫在旁边 你这个胆小的女巫怎么又出现了 给我去死吧 我以为我可以杀了她 但没想到她正在疯狂大笑 我发射出这么强大的攻击都没有伤到她 我决定先回去休息了 79到83天 我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村庄 看看能不能在这里交个朋友 你在干什么 借点羊毛 那我借你妈用用行不行 你这也太没礼貌了吧 我不跟你玩了 我生气地离开这个村庄 接下来就是扩大房子 我要把这里变成全世界最酷的地方 继续建造我的房子 希望能吸引一个女朋友过来和我生孩子 这看起来真的太棒了 84到88天 我开始从脚下面添加细节 然后就是胸口部分 是我从海底神殿捞上来的 这雕像简直太完美了 我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我还找到了一吨的钻石 做了钻石护甲 这样我的健康值更容易受到保护 等我回去发现有大量的坚守者在这里等待着我 难道是我建造雕像的原因吗 女巫太可怕了 我能在你这里感到唯一的安全感 不用担心 我会拯救你们的 89到83天 我要去海洋寻找答案 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地方 我看到了一些奇葩的生物 我过来的时候他们打我 我立马就发出阴暴将它们消灭了 还是继续探索海洋吧 找到了一艘沉船 然后看到了一封信 这是通往哪里的 可恶的丧尸给我死掉行吗 也来烦老子 看来我得去这里一趟 94到96天 我跟着地图的指示发现了宝贝 我找到了女巫的家了 哈哈 经过了一片珊瑚区 这里真是令人陶醉 就在这时候我被一头鲨鱼抄了 都给我滚开行吗 我不想和你出 我都快没时间了还在这里烦我 最终我来到了一季 我要把这里修好才行 97到98天 当我回去拿黑钥匙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庞大的怪物 他的身体都是由熔岩制作而成 他肯定又在给女巫发送信号 那么我只能摧毁你了 他拥有疯狂的破坏力 导致周围都着火了 但我的技能更强大一点 他掉落了一把熔岩之锤 看起来非常不错 找到黑钥匙就可以去地狱了 第99天 你真的要去和他打架呀 他杀了我的妈妈 我必须要去 你就留在这里看家吧 我正在通往地狱之路 但是我被龙卷风袭击了 这一定是女巫部下的 他不会以为放这些愚蠢的东西 就能阻碍我吧 我将这些龙卷风都杀光 随后我再打造好地狱之门 第100天 果然女巫就在里面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 才找到你的吗 找到我又怎么样 你过来不是送死的吗 你有什么好嚣张的 我已经获得了新的力量了 你的妈妈死得真惨 你他妈再说一遍 吃老子一锤 我被他利用魔法弹开了 导致我的身上疯狂燃烧 你是打不赢我的 而且我还会吸收你屏内的力量 女巫还是低估了我的伤害 我利用熔岩之锤配合我的阴暴 直接将他秒杀了 说了一大堆废话 也不见你有多厉害 我才是最强的 第一天 我变成了一条小鲨鱼 但是前面发生了什么 儿子我要变强了 老爸别这样了 赶紧给我滚开 我的身体里涌进来 我变成血足鲨鱼了 爸爸这也没什么呀 我感觉很美妙 就在这时发生了爆炸声 快看呀 血液仪式被启动了 是那条鲨鱼 赶紧把他抓起来 他们开始攻击我们鲨鱼群了 但是我刚刚进化 现在身体非常虚弱 我真服了你 你要这力量有什么用 现在还这么小 现在这一切由你来承担 我父亲被他撞死了 第二天 我现在是一条美丽的鲨鱼 其他的一切我都不想管 但是他们又太嚣张了 我监视你很久了 乖乖受死吧 我被他射了一箭 导致我身上快速流血 但我可以利用这些鲜血 转化成为我的力量 也是我的攻击手段 他现在被我追着他 看你还削不削张 我好像追过头了 这时候我的技能 已经进入冷却时间 这下你无法削张了吧 大家一起过来帮忙 别光看着 到了第三天 我抄 我被抓起来了 我在一个村庄里 他肯定非常好吃 别担心 还有我跟你一起等死 我可不想等死 我要逃出去 我愤怒地打开铁笼子 但是我不能离开水 只能快速地跳鱼 我需要回到大海 但是眼下的情况并不能 此时我看到了一只血腥的心脏 想必就一定很好吃 我不顾村民的反对 直接将它吃进去 正因如此 我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 多了十颗心脏 我感觉血液也在增强了 第四天 我们必须要把这条臭鱼给杀了 这下坏了 它们是冲我来的 不过我都不带怕它们的 好恐怖的鲨鱼啊 我们快跑吧 有本事别跑呀 你们将会成为我的美食 这里还有一条小鱼被关着呢 我肯定不会忘记你的 快过来救我呀 谢天谢地 我终于能够回大海了 没过多久 我们来到了血液的海岸线 这里有五座相同的石像 在这个海洋中 有六种不同的血液生物 它们每一位都是强者 直到那些可恶的人类入侵海洋 它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把血液心脏放入石柱上面 这也导致石像被我激活了 如果我能找到其他的血族生物 或许我可以变得更强吧 第五天 我决定在这个充满血液的海洋中 建造属于自己的家 从外面看进去是一个霸气的鲨鱼头 我很满意自己的基地 但我要出去冒险了 游着游着的时候 有一条黄色的小鱼出现 你这条怪物跟人类有什么区别 快远离我 你这是啥意思啊 竟然骂我怪物 快给我回来 愤怒之下我把这只小鱼杀了 我看了看周围 这里好像已经被摧毁了 所有的宝贝都被夺走 第六天 做得非常不错 把海底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 我就猜到是他们干的 或许我可以追着他们搞一些破坏 我跟着踪迹来到了丛林边缘 我的天呀 这里竟然有血族鲨鱼 你怎么知道我呢 因为我认识另外一个血族生物 它和你的身上颜色差不多 想要了解的话就跟我来吧 可我不能离开水太远呀 但是在陆地生存一天也是可以的 你怎么把血族生物带过来了 在我旁边有血族心脏 这不是血液生物吗 怎么会变成心脏吗 突然有鳄鱼咬了我一口 血族生物都死掉了 都化为心脏 你应该是海洋上唯一的血族生物 那我该怎么样才能得到血族心脏 你得完成挑战哦 我跟他来到了比赛场地 为了证明你是一名强大的血族生物 希望你能向我们证明你是有用的 第七天 这看起来也没难度呀 等你试试就知道了 等我跳完才知道下面有重重的机关 如果我掉下去肯定必死无疑 这也太狠了吧 这还没完呢 他们拿起石头向我砸过来 这真的是地狱开局呀 不要这样行不行 不过你们还是太惨了 我要到达终点吗 这也不难呀 这说明你的实力很巧 过来跟我一起领奖吧 就在这时候 我发现外面有些不对劲 一个庞大的机器摧毁这里 快点把血族心脏交出来 否则我要把这里毁灭 不行 他要去拿走心脏了 我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回去 不过我怎么没有看到心脏 我来晚了一步了 小鲨鱼 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第八天 他向我发起进攻了 随后他发动巨大的水圈包住我 突然一条血族美人鱼出现 只要你战胜它 我就可以将力量转给你 可问题是我该怎么打败眼前的家伙 我现在只有一颗心了 我依旧奋力反击他 但浑身是铁 我不知道该如何下嘴 突然这时候有很多小鲨鱼出现 你这畜生破坏我们的家园 大家一起干掉它呀 大量的鲨鱼开始帮助我了 很快就将这个庞大的机器人打败 原来心脏在他体内 现在是我的了 我可以释放血液尖刺进攻对手 而且还可以在陆地上行走 九到十天 我早就猜到你会带我来海洋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的家竟然这么破烂 别叫了 四钉封住你的嘴 以老实求放过 接下来就是激活第二个石柱 不知道收集所有的心脏会发生什么 我感觉会很美妙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基地受到打击了 我无法躲避这些炸弹 到底是谁 来到上面后我被一群骷髅包围了 队长 我们发现血足生物了 很好很好 给我把它抓回去 这下不好了 他们是冲我来的 就算我死了 我也不能让这些伙伴受到伤害 但我太没用直接晕倒了 十一到十二天 我抄 我被关起来了 不要看了 你的伙伴都被我抓起来了 就凭你们这些破铁龙 别想困住我 有种你不要跑 我会咬死你的 这时候我追上头了 直接掉在陷阱里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陷阱 我现在不想杀你 因为你有别的用处 你说什么 我愤怒的和他打了一架 因为他炸我的基地 抓我的朋友 我无比的愤怒 冷静点 这是一张血液心脏地图 不想你的朋友死的话 你就照着我的意思去做 没办法 我只好听他的 这是我们的俱乐部 但我们不是人类的对手 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抢了 如果你能带回来的话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13到14天 我真的不想从事这份工作 但是这里有心脏了 我偷偷摸摸地来到俱乐部里面 希望没人发现我 不过这些是他的东西吗 只要我把他带回去就没事了 不然这时候 有一名玩家过来检查 你这小偷要完蛋了 大家快过来抓小偷呀 有人偷我们的东西 这又不属于你们呢 脸皮这么厚吗 突然这时候有大量的飞艇 我使用权杖的力量 把他们都变成我的奴隶了 他们可以帮我反击这些飞艇 直到爆炸为止 拿到东西了没有 拿到了 你这把武器真好用 那是的 你的朋友现在已经获得自由了 15到16天 他给了我一张地图 让我自己去寻找心脏 听说里面有可怕的怪物 但是我一点也不怕 直接进来了 进来我才发现这里是一个巨大的迷宫 这下可不好出去了 我利用我的速度不停地游泳 这到底该怎么走 我直接愤怒了 我利用我的透视技能看到了心脏 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心脏的位置 看来这里也没有什么怪物 我直接完成升级了 外观像极了超级怪物 17到18天 不好意思 眼前的不是我 下面这个才是我 快把你的心脏交出来 想要心脏门都没有 这对我来说是宝贝 血足立为坦向我发起进攻了 他逼我大多了 发起的进攻招招都是致命的 我感觉我要死在这里 所以还是赶紧出去吧 难道你只会躲吗 快给我出来 上面的天花板烂了 这时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我攻击上面的天花板 然后大量的沙子掉落下来压在他的身上 你根本打不过我 我不服气 他最后一口气也没了 他化成了心脏 我吸收他的东西多了五颗星 我的血液附加闪电的伤害 这也太爽了 你的朋友我都放了 不过我的家被玩家催悟 导致现在无家可归 19到21天 这里被你们摧毁还没有修复呢 不过这些交给我就好了 真是对不起啊 之前我很抱歉 这时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我可以做一个大餐馆 这样大家就可以来吃食物了 做完其他的事情之后 我把血液心脏激活 不知道我所做的一切 能不能阻止那些玩家 这时候我的家附近来了一条守护者 他好像有什么要跟我说 我直接跟着他后面啊 他向着海底深处跑去 我要不要跟上去吗 我低天啊 这么大一个怪物 他把守护者给吃掉了 这时候他也想把我吃掉 22到26天 他用他的大嘴向我冲过来 不过我已经拧开 我可不会被你吃掉了 并且我利用新技能闪电血液进行反击 不过这东西太强了 似乎不怕闪电呢 当我准备被他吃掉的时候 一股力量把他击退了 转过身发现守护者 我们得走了 我跟着他游出了深海 你看到了 那个家伙把我的子民都吃掉了 我的父亲是血族生物 但是已经被玩家伤害了 这也太惨了 不过我可以帮你报复他们 27到29天 前面是守护者的神殿 不过已经被摧毁了 前面就是我的父亲 不过他已经变成心脏了 没事 我会替你好好保管的 突然一名守护者阻止了我 我带你来这里不是说给你 你要帮我做事情的 只要我吸收 我就可以击败下面的家伙 也不是一定要把他杀掉 你可以将他引出来 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33到32天 我回到了这个峡谷 看到下面微弱的光芒 我就知道是他了 这一次我选择不和他打架 直接拉开 他的速度超级快的 不过还是没有追上我 就在这时 我被他的微弱的光芒集中了 感觉身体很疲惫 我带着重伤离开 然后跑来了海底神殿 他们人在哪里 怎么还不出手呀 33到35天 就是现在 大家一起释放所有技能吧 大量的守护者发射出他们的绝招 但他还没有死 我也过去帮忙了 最终我们消灭了这个怪物 这畜生终于死了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了 我又一次升级了 我的血液伤害又得到了更强的提升 36到39天 我和坚守者大家都回到基地了 给他们铺好神殿 你不是有家吗 为什么来我这里住 不过我也不会拒绝他们的 毕竟人多力量大 现在我已经只有三个石像了 我离成功又进了一步 我想休息的时候 听到有小鱼喊救命 原来是老头正在钓它 这里禁止钓鱼 没办法 我只能来这里要了 因为那群玩家往大海扔石油 所以这里是最干净的利用 40到44天 我很快就来到了这个石油站 说得跟老头描述的一模一样 我没骗你吧 赶紧阻止它吧 这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啊 算了 先上去看看 上来之后我看到这里有转动的机器 我就把它打烂了 不好 有东西攻击我们的石油站 他们利用强大的武器向我开火 我躲在机器的另一面 看你敢不敢打我 你奶奶的还真敢打呀 45到47天 我要做的就是破坏掉这些齿轮钻头 但是他们的巨大机甲出现了 你这条恶心人的鲨鱼 我让你活得太久了 今天我就会让你消失 你嚣张个屁啊 我和他打起来了 他能够向我喷出火焰 这火焰的威力可不是闹着玩的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打不过我就跳下水吧 但又并没有完全跳下水 而是破坏下面的石油开关 整个石油站已经被我破坏了 伴随着一身爆炸 机甲也跟着完蛋了 他掉落了一张地图在海里 看看那是什么 好像叫做游艇 将其他货物放在一起储存在金库中 48到52天 没想到这个游艇这么大呀 里面肯定藏着不少好东西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最近有一条可恶的鲨鱼正在破坏我们 你说的是我吗 大家快弹死他 我现在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求你不要杀我 我带你去金库 你是最聪明的 我跟他来到了金库大门 里面全是宝藏 还有一颗血液心脏 等一下 那不是我的父亲吗 我一定要将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抹走 儿子这他妈是个陷阱 突然他把金库大门关闭了 哈哈哈哈 你个蠢蛋在里面待着吧 53到56天 这个金库上面有闪电 我该怎么办呀 快破坏前面的陷阱 我全力一击破坏前面的东西 闪电终于停下来了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看来你吸收这力量是正确的 没事的老灯 我带你离开 57到59天 离开之前肯定拿走心脏 我又一次升级了 我的体型和力量变得比以前更强 我和爸爸一起跳入海里 你跟我回基地吧 当我想离开的时候 猎人利用武器想打我的爸爸 不过被我挡下来了 让你尝一下我的恶魔血阻斩 猎人当场被我杀了 这就是新技能的威力呢 与此同时另一个人 妈的 这场战斗我们损失了很多东西 你们快给我抓住他 66到63天 我和父亲安全回到家 哇塞 儿子你已经收集这么多心脏了 厉不厉害 我可是很牛逼的 这已经是第四颗心脏 不知道最后一颗心脏在哪里 我很想找到 我知道在哪里找 一名奇怪的潜水员出现了 别紧张 我不会伤害你 你要的最终心脏在北海局腰里 感觉那名潜水员不可行 小家伙你想跑去哪里 这下完了 64到68天 我跟着他来到了寒浪的海洋 在这里不太好吧 我看你是不想要心脏了 没办法 我只好继续前进 但我不确定这里是否真的有心脏 如果他骗我怎么办 就在这时候 我的身后来了奇怪的不死军团 你们知道心脏在哪里吗 你体内不是有一个心脏吗 我们要将他挖下来 他们疯了吧 这么多人我不好应对 我只好赶紧跑了 你往哪里跑呀 开什么玩笑 就凭你一个人也想阻止我前进吗 69到73天 前面有一个高高的塔 我看见里面有一个贝壳 越来越多的不死军团出现了 看来不给他们一点教训是不行的 我利用我的技能直接杀了一大片 但是他们不死的 我利用我的传送能力来到了中塔 这是干什么的 快吹响它 我吹响之后 所有的不死军团都消失不见了 做得非常不错 我们可以去寻找海妖了 用你的贝壳吹响就可以打开大门 大门真的打开了 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感觉这里挺阴森的 不想在这里待久 进来之后我看到一颗黄色的心脏 74到77天 当我想过去抓住心脏的时候 但是我发现它是幽灵形态 根本摸不着 这是怎么回事 你别忘了这里还有一个海妖 突然一只巨大的章鱼出现了 它全身都发散着光芒 我很快就意识到它也是幽灵形态 你是杀不了我的哈哈 这下该怎么办 它能打到我 我不能打到它 你听我说 你必须要重装房间里的水晶 这样它们才会变成肉体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利用我的力量填住水晶 它怎么知道我的弱点的 78到80天 大章鱼开始变得比以前更凶 嗯 这里还有这么多水晶 我得赶紧填好它了 海妖不断地利用它那发光的触手阻止我 不过我可以进攻它的肉体了 我直接将它撞倒在下面 接着再继续完成我的任务 也就在这时候海妖突然撞击了 导致我只剩下一颗心 你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我 赶紧给我死吧 我被它用触手直接拍晕了 81到85天 这是哪里 我的脚下怎么突然多了一个仪式圈 你这么软弱不配做我的儿子 放弃你的挣扎吧 你已经无能为力了 不知道吗 你们通通都给我滚 我是最坚强的 在关键时刻 我喷射了最强的血液 导致上面的水晶都被我覆盖了 心脏从灵魂变成肉体 看来我确实低估了你 你得到我的认可了 我不会杀你 谢谢你了 那么这颗心脏就属于我的 我完成了最后的升级 拥有35颗心 我应该是最棒的血腥生物 谢谢你了 我也可以安息了 86到90天 出来之后我看到了不妙的事情 那群疯狂的人正在搞破坏 我想他们下一步应该进攻我的基地了 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要彻底毁灭这场血族生物的大乱动 等一下 我的朋友竟然也被抓走了 你们不会得逞的 血族鲨鱼会干掉你们 死到临头的家伙还敢嘴硬 看我怎么惩罚你 我就不了他 还是回家吧 91到94天 我以最快的速度游回了家里 然后把最后一枚心脏放在柱子上面 正因如此整个祭坛都开始颤动 我感觉一股新的血液能量在我体内 我现在变得更强大了 不用害怕 我们永远支持你 那些可恶的玩家想要将我们赶尽杀绝 所以我们绝不能退啊 来吧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95到99天 怎么了 就凭你也想争霸整片海洋 这是迟早的事 不过跟我作对的下场 他只有死路一条 不用管我 我愿意牺牲换来和平 大量的潜水员开始发起进攻了 不过你当我没有人是吧 我还有一群朋友为我作战 可以轻轻松松的就将这些潜水员给灭了 看来我不杀了他是对不起我的部队 我利用血液将他控制住 这样小鱼才勉强活下来了 别害怕 我来救你了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爸爸帮不上忙 第一百天 你是想让我动手 还是你自己来 你这个怪胎 你会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我发射出血液控制他 而且还是伴随闪电的 我的升级已经经过了大幅度整体 已经不是小鲨鱼了 但是他可以吸收我的电力转化为他的能量 我的心脏越来越少了 现在我很伤心 随后我被他打入水下了 只有一颗星浪 你还真以为你能打得过我呀小鲨鱼 我从他的攻击中摆脱过来了 那你也别想杀我 是吗 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几个回合 他压根不给我喘气的机会 但我的进攻也不落下风 反而还给他造成很大的伤害 是时候该终结你了 我召唤出一道血刃击倒他 整个海洋终于安静了